防疫人員說的心有餘悸 一號下午來到臺南安南區執行登革熱 噴咬消毒工作 遇到住戶強烈抗拒 拿武器攻擊 又有攻擊行為 噴藥工作暫時中斷 支援擠力道場 手臂上配備可以防刀棍等 武器攻擊的防暴避盾進入民宅 經過十五分鐘勸說 優勢擠力介入在一旁介護 雙手上銬的屋主遭到強制送醫 防止登革熱疫情擴散 防疫噴藥人員 遇到情緒不穩的屋主 幸好第一時間陪同出勤 遠景立刻呼叫支援緊勵 協助屋主就醫 沒有人員受傷